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必成的 我们碰到转身的时候 身体先沉下去 那么 比如说 我们要转身了 我们要往左转 在左转之前 我们先要把身体沉下去 沉下去 先沉下去 这是分转必沉 那么还有呢 分起必落 分起必落是碰到起来的时候先落下去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落 要落下去 比如说 我们准备落下去了 准备落下落的时候 分起 我们准备起来的时候 分起必落 我们准备起来的时候先落下去再起来 比如说 我们现在准备起来 我们先落下去再起来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先想起了 我们先落下来 我们动作稍微夸大一点 实际上它这是内动 外面是看不到的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把它表现出来 练的时候不能这样 我们要起来了 我们先落下去 然后再起来 它是这个意思 分起必落 分落 比如说我们碰到要落下去的时候 必灵 分落必灵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要落下去了 比如说我们要往下落 要往下落的时候 你的百慧穴和你的上升脊椎要往上领 像一个飞机上拴一个绳子 把你这个头毛拴着 掉着你 掉着你 我们下落的时候 必要领起来 我们不能连整个手都下去了 分落必灵 我们下去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灵的径 向上的灵的径 向上的灵的径 这个向上的灵的径 分落必灵 分定必松 定就是中定 我们讲中正安书 中正安书 我们定势的时候 要定势 比如说我们单边定势了 单边定势 现在他运动的时候 这没有定 再动着 我们要停的时候 停了 停了以后怎么样呢 我们要松 每一个势子定下来以后 先把身体松下来 我夸大一点做 你看 本来是这样的 松下来 从脚开始全身都松下来 定势 我这是夸大这样说的 其实是内部的动的 夸大这样 松下来 就是缝定必松 每一个势子定下来之后 先松一下 然后再打第二势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四个坟 坟转必成 坟起必落 坟起必落 坟落必灵 坟定必松 好 今天呢 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注意这几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于练很多年太极拳的人 这是不需要的 这是主要是对于初学太极拳的人所说的 所聊的话题 好 那么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聊其他的话题 谢谢大家